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列七种隐习行为伤害甲状腺 最好尽量避免 一 饮食不定 或不吃淀粉 甲状腺负责了解新陈代谢 如果因为减肥或其他原因 导致身体缺少碳水化合物 甲状腺的运行就会减缓 导致身体更加疲惫 肥胖 外板固醇增加 二 复制食物 乔本质甲状腺炎 是最常见的自体免疫疾病 好发育年轻或中年之女性 常见有脖子紧 疲倦 甲状腺重大 颈部疼痛等 肤制食物挑满 面粉则可能让甲状腺抗体水平更加下降 并引发贫倦 皮肤病变 忧郁症等等 三 绿叶蔬菜 蔬菜水果对身体移处甚多 三绿叶蔬菜 包括橄榄菜 白菜 花椰菜这些食物 如果食用直接打成脂过量饮 用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 引起甲状腺重大 建议若要喝蔬菜汁 以每周一到两杯危险 或以水煮 蒸主来食用 四 缺点 饮食感变到直冬防日 也可能出现缺点症状 平日应该多吃海带 或补充各种维生素 建议有内分泌问题的朋友 务必先检查血液中的点含量 是否在正常标准之内 加工面粉 你可能不知道 碳酸饮料或止咳糖浆中的炉素属于嗅化物 会损害人体吸收点的效能 导致甲状腺机能减退 嗅化物也可能在加工面粉中 例如比萨饼皮出现 另外 牙膏中的孵化物 也会干扰甲状腺素的合成 尽量要避免使用这类的牙膏 六 人工甜味剂 为了人类想吃糖 又不敢吃太多真正的糖 人工甜味剂因而问世 但这类含有阿斯巴甜的饮料或甜义 其实对甲状腺 包括乔本是甲状腺炎患者的危害比想象中来的更大 若真的想吃甜食 可以选择用椰子糖或蜂蜜来取代人工甜味剂 七 高拱鱼类 大型的深海鱼中 将一类激孔污染 拱对人体健康特别 是甲状腺会造成极大损伤 甚至影响甲状腺分泌激素的正常功能 注意避免食用的鱼类 包括鱼子酱 尾鱼 大饼木鱼等大型鱼种 在身份上放置点 Л